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3年7月19日,星期三 这个视频又是一个新闻联播 有六条新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第一条新闻是关于现在联合国又在开大会了 在联合国大会上,在讨论关于欧乌冲突的时候 俄罗斯的代表旗帜鲜明的挑明一件事 这件事实际上全世界都知道 但是在联合国大会上还没有讨论过 那么俄罗斯就提出来说 俄乌冲突的由来实际上是美国西方进行操作导演的一个结果 说早在2014年的时候呢,乌克兰就发生了那个颜色革命 在乌克兰的那个颜色革命呢,就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导演的 请注意啊,现在就是俄罗斯啊,在联合国大会上 一点都不给美国留面子啊,就直接点出来美国的名 告诉人说,这个事就是你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导演的 你们的目的就是将乌克兰打造成一个反对俄罗斯的国家 并且呢,从那开始啊,你们就在为乌克兰进行准备 要和俄罗斯打仗 现在的这个战争呢,实际上就是在你们美国以及西方的那个剧本里头的 就给他指出来,就是这么回事 无论这个战争呢,发生了什么 无论它的走向是怎么样的 如果要怨的话呢,就怨美国 这是实话呀 全世界呢,理智的人都能够看到这一点 啊,有的人呢,就中国国内有一些甜美的啊 那些恨国党们啊 然后呢,一屁股就坐到美国的一边了啊 好像是美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啊 说中国的,所有的啊 支持俄罗斯的啊,都是战争贩子 啊,支持战争就是不对的 而是不去管这个美国发动了多少战争 美国直到现在还在人家这个叙利亚 还在人家伊拉克赖着不走啊 你那些甜美的恨国党们啊 你不看到这一点吗 是不是 那美国轰炸南联盟的这件事难道你忘了吗 啊,中国的大使馆都被炸了 难道你忘了吗 美国的双标指向哪里啊 啊,美国就都是对的是吗 今天美国这么说 你们认为美国是对的 明天美国走向了 他自己说的话的反面 你们还是认为是美国是对的 你知道你们缺什么吗 你们就是缺脑子呀 当然你还缺一根正义感的神经 好,这是这个第一条新闻啊 第二条新闻呢 就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 今天宣布了 说2029年的时候啊 将会在纳米比亚开采油 不是石油的油啊 请注意这是原子能集团了啊 是开采那个原子能物质油 金属边加一个原油的油啊 那么将会投资这个项目高达5亿美元 这个表明了什么呀 这个表明了俄罗斯啊 和美国进行对抗的这种长期性的决心 有的时候啊 我有时候在我视频我就说 美国傻眼了 美国完蛋了 这个完蛋呢 不是说他一下子就死掉了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对他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啊 有的时候呢 是正义的力量和美国对抗的时候呢 让美国举足无措 他就傻眼了 别人呢 对他也有对抗啊 他就傻眼了 在他的心里面呢 别人就应该是逆来顺受 我让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 按照我的这个规则来做 这是他所说的什么 在规则基础上的国际秩序啊 这个秩序呢 是他制定的 他规划的 规则呢 也是他规划的 实际上啊 就这个市场经济的这些规则 其实也是他制定的 就是联合国也是他倡导的 对不对 美元呢 这都是相当于全是他 那么他现在呢 觉得说这个全球化 推动的市场经济呀 推动全球化呀 哎 现在发现 崛起了一个中国 中国再发展下去啊 这玩意儿控制不了啊 所以呢 就反对这个全球化了 他现在又反对全球化了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 是不是 联合国的这个呢 他也经常是退出 对吧 动不动说退出 有的时候呢 完了以后发现退出啊 没有什么效果 反正对自己不利 又回去 就老是搞这种反反复复啊 搞这种为所欲为 这都是美国 本来联合国这一套呢 也是基本上他制定的 他主导的 现在他又不干了 他又要另立一套 那中国就说吧 那不行 那不行 就得按照这个联合国的这一套走下去 俄罗斯公布的这个消息呢 非常强硬啊 对不对 我要花五亿美元 我要在我的海湾 纳米比亚 我要开采这个油 你有辙吗 美国估计呢 就连个屁都不敢放 放了也是没用的 他有的时候啊 他就欺负中国 中国呢 不喜欢在国际舞台上啊 那么强硬啊 跟你硬杠啊 面对面的硬杠 中国不喜欢那 但是俄罗斯管你的毛病吗 俄罗斯管你那套吗 对不对 所以说中国和俄罗斯的联手啊 这真的是 这是一个绝配 这是美国的一个重大的失误 非常错误 他这种战略 你能把这两个国家给他推到一起吗 对不对 但是这已经形成了事实了啊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国运 这就是正义 这就是呢 天道酬勤 我们说天道酬勤啊 把那个勤呢 换成啊 正义 天道我一直是相信这个啊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为道 啊 你就一直啊 你为善 上天一定是会 回报 你如果是一直是为恶啊 上天迟早会收拾你的 美国呢 把俄罗斯推向中国啊 这是对中国长期的这种好人国家的一个回报 好 第三个新闻啊 特别劲爆 我看了这个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这个新闻呢 是说啊 美国驻韩国的基地上有一个士兵叛逃了 你猜叛逃到哪了 你猜猜看 啊 你能想到吗 他叛逃到朝鲜去了 今天五角大楼宣布说 对于美国士兵进入朝鲜一事啊 正在和朝鲜进行接触 我都不知道朝鲜能理他们吗 这就是送给朝鲜一个大棋子 对不对 现在呢 和朝鲜进行接触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是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马修米勒 在记者会上证实了 说是呢 一名美国服役军人日前蓄意进入朝鲜 五角大楼已经就此事与朝鲜方面进行接触 然后呢 有报道说啊 这个细节是这样的 说这名美国士兵啊 是一个二本兵 他的名字叫特拉维斯金 他因为纪律的原因啊 从韩国返回美国 他可能是违反纪律了 他应该从韩国那个基地呢 回美国去 结果呢 他想方设法离开了机场 并且还参加了一个参观韩朝非军事区的旅游团 这期间他就越界进入了朝鲜 说目前呢 他已经被平壤方面逮捕了 凡是你进入朝鲜的朝鲜那边啊 按照他们的法律 他一定会把你逮捕了 如果你进入他们那边市区旅游啊 什么的啊 他会进行各种的那种审查 像这种我也没邀请你 也没有进我 我审查你突然就跑来了啊 虽然说呢 你是这种看起来好像对朝鲜是一个善意的啊 是叛逃敌方的啊 但是朝鲜肯定是还会对他进行这个审查 那你要是间谍怎么办啊 我也不能说你这种形式 我就欢迎你对吧 现在呢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现在呢是挺扎握的啊 挺震惊的这件事情 挺劲爆的这个消息 然后下一个新闻啊 就是美国太大胆了 美国前两天我还看到啊 美国要求中国说 说现在呢半岛局势 半岛局势就是这个朝鲜半岛啊 朝鲜半岛这个局势啊 非常紧张 说中国有责任出来斡旋 中国有责任啊 你这个紧张是怎么来的呀 对不对啊 中国有责任 朝鲜就说你美日韩三家进行挑衅 然后这三家呢 说朝鲜挑衅 我在我的视频里说我无数次了 朝鲜怎么能是挑衅呢 对不对 他只不过就试射了导弹什么的 怎么就挑衅了 而你们才是挑衅呢 那么今天呢 又有一个新闻啊 说美国啊 已经有42年 他的这个核潜艇啊 没有到这个韩国这一块这个基地 虽然说他这有基地 但是42年都没有核潜艇会停靠到韩国 但是呢 42年之后啊 现在打破了这个记录 来了 核潜艇停靠到了韩国的军港了 那么你这个不是挑衅吗 中国再有本事啊 中国能把这个紧张局势通过斡旋 能给解决吗 是不是 你这会儿你希望中国出来斡旋了 那么俄欧冲头中国出来斡旋的时候 你们说什么一点都不支持 对不对 极力的进行反对破坏啊 舆论方面啊 造的满满的 是不是 然后呢 撤火啊 污蔑啊 贬低 唱衰 是不是啊 这都是美国啊 你现在希望中国出来斡旋 你希望中国出来斡旋 和希望中国去说服俄罗斯是一样的 你就是想单方面的啊 你就行 人家就不行 人家就是什么都别做 最好是你来顺受 对吧 哪有这事啊 这种时代呢 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 下一条新闻啊 也很劲爆啊 就是你知道吗 中国啊 现在和美国之间军事方面的联系呢 是零 没有军事方面的联系 美国是希望和中国军事方面发生联系 其实中国也希望军事方面呢 发生联系啊 多沟通 但是你美国哈 说一套做一套 你说是你希望 但是你制造了很多的障碍 你障碍如果不去除的话 我是不会跟你进行这个沟通的 中国现在立场非常坚定 态度非常明确 那么今天就有一个劲爆的消息啊 说是这个基辛格啊 现在在北京啊 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啊 据报道啊 这是这个美国之音的这个报道 我看着他这个报道呢 还没有那么多就是污蔑中国的 骂中国的话啊 所以呢 他这篇报道啊 介绍的这些啊 前前后后的这些事呢 我就跟大家来读一下啊 大家耐着性子啊 我知道你们非常讨厌这个美国之音 他是这么说的 说那个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 星期二啊 今天十九号 也就是昨天嘛 十八号 会见了到访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在抨击美国 未同中国相向而行的同时 表示希望双方共同推动 两国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美中关系的分析人士就认为说呢 虽然说基辛格呀 对美中关系依然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是呢 不指望他能立即改变美中军事对话停止的状况 我也觉得好像没啥用 因为美国也不听他的呀 对吗 然后报道说呢 基辛格啊 曾经为打开中国大门 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其此次正值美中两国关系 处在建交以来最为紧张的时期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说呢 中国官员上个月 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的时候 曾经就基辛格的来访 告知布林肯了 此外呢 基辛格稍后可能 会向美国官员通报他的会面情况 也就是说呢 现在基辛格成为一个中间人呢 在中间进行斡旋和传话 这个报道说呢 美中高层最近互动频繁 双边关系明显有解冻的迹象 有吗 表面上太多人好像是 但是实质上没有 耶伦可能到中国访问呢 是表面上看最和缓的 但是耶伦回去以后呢 就变卦了 变卦就是因为他的内心目的没有达到呗 很明显的对吧 如果他达到了他不会变卦 甚至还造谣啊 说在北京吃了毒蘑菇中毒 真有他的 现在呢 180度大转弯 之前就反对加成关税 现在就是说呢 支持保留那个关税 但是呢 我昨天已经说了 咱们中国也不在乎 那玩意已经是没有作用了 一点作用都没有 受伤害的就是美国民众而已啊 然后这报道说呢 继布林肯国务卿上月中访北京之后 财政部长耶伦和美国气候特使克里 也相继访华 但是呢 美中两军的接触仍处于冻结状态 中国一直利促美国 为避免两军令人难以想象的冲突 而解除对李尚福的制裁 恢复高层交流 李尚福在基辛格的会晤当中呢 再次就两军缺乏交流的严重后果警告美国 并且同时呢 称中国希望对话 他在6月初在新加坡出席 尖格里拉对话上说呢 如果中美发生激烈的冲突对抗 那将是世界不可承受之痛 但是中国寻求对话而非对抗 尽管两军没有正常交流 但是上星期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 罕见的走访了美国的国防部 这个事呢我上一次也跟大家说过了 这是美国邀请他去的 美国邀请这个谢峰到国防部去 真是搞笑 去了有90分钟啊 一个半小时 然后这个报道说呢 与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 举行了会谈 五角大楼的一份简短声明称 两人在这次持续一个半小时的会晤中 讨论了防务关系以及一系列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一份简短的消息说呢 谢峰呼吁美国与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两国两军关系逐步的重回正维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 前行动主任卡尔指出 中方安排基金阁会晤的是 中国的国防部长 而非中国外交部等其他部门的官员 而此时安排基金阁访问 凸显出了对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军事部署 增加国防开支和向台湾出售武器等等的担忧 这发出来这样一个信号 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 就是呢 他们担心美国的军事行动 担心是担心了 但是也不怕对吧 也不怕你美国不担心嘛 是不是 然后呢 这个报道又说了 中国的国防部长呢 任期通常都是五年 而李商福呢 今年三月才刚走马上任 按照北京方面 此前提出的要求 即只有在美国解除对其制裁的前提下 两国防长才能恢复正式对话 这就意味着制裁不解除的情况下 美中防长可能无法实现对话 在美中围绕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等局势持续升温的情况下 五年不进行高层对话 还被认为将比冷战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啊 美国现在还是自己啊 为难了 那你之前的时候呢 制裁人家那个李商福 对不对 他做了一个国防部长 我还被你制裁呢 怎么进行对话呀 这是很现实的一个事情 但是呢 他现在就很为难了 你说给他解除啊 没那么简单啊 说解除就解除啊 对不对 那他们那国会的那帮老爷们能同意吗 那反对的声浪真的是一浪高过一浪啊 对不对 你现在就不好搞了 我以前都说过这个问题啊 拜登呢 真是做点自负 这就叫 因为你给他制裁的时候 你说 为什么对他制裁 因为对美国的安全形成威胁 那他当了国防部长 难道说对美国的威胁就不存在了吗 是不是 然后严重打脸的 这可咋整啊 美国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这又是他们那种体制的弊病啊 你就不能够做正确的事情 灵活性就失去了 原则性就失去了 正义性就失去了 正当性就失去了 没法做事 不是说你认为 哎呀 这个事啊 应该这么做 就可以这么做了 不行 那种体制就不行 然后呢 这个报道说啊 李商福在担任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期间 由于决定从俄罗斯进口导弹和战机遭到了美国政府的制裁 目前呢 仍然在美方的制裁名单上啊 与李商福一道前往新加坡的中方随行官员就表示说呢 在美方解除对李商福制裁之前 他不会同意与美国国防部长进行正式的会晤的 报道说 但是呢 美国坚持不应该将解除制裁作为先决条件 怎么就不应该啊 你还制裁人家 我跟你谈个什么事啊 然后说呢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强调 对话不是一种奖励 这是必要的 好吧 那你就坚持 对吧 然后呢 说哈达逊研究所的一个专家说呢 说两国防长的交流啊 十分重要 助理国防部长 一来上周向谢峰明确表达了这一点 并且希望基辛格博士能够说服中国领导人 找到一种创造性的方式 与美国国防官员进行直接的对话 什么创造性的 什么创造性的 假帮这事不在吗 是不是 那么昨天呢 中国的国防部长会晤完了基辛格以后呢 中国的国防部就发了一份声明 这个声明里面就说呢 基辛格说啊 他此访是作为中国的朋友而来的 并且呢 在于李尚福的会晤中指出了两国对抗乃至发生战争的严重后果 称任何一方都承担不起 把对方作为对手的代价 这位曾经为打开中国大门做出历史性贡献 现在已经100岁高龄的美国资深政治家强调说 现在需要双方拿出智慧 哎 你看美国真正的老龄化对吧 那总统70多岁你要相对于基辛格100岁了还坐飞机不远万里跑到中国去啊 跑到地球另一端去 你说70多岁当总统啊都不算啥了对不对 美国现在就没人了啊 全是老头啊 70多的 80多的 然后100多的 我说个去 然后报道说呢 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常欧任的主任格莱尔表示说呢 基辛格很可能会力促李尚福恢复美中两军关系之间的对话 但是成效如何有待观察 好 这就是这件事情啊 关于这个基辛格100岁了还跑到中国去见中国的国防部长啊 可见呢 美国是没招了 美国是没招了 那么他那个制裁要是不拿下来呢 中国是坚决不干啊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啊 什么是正确的事啊 什么是正确的事 最后一条新闻呢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没看到啊 实际上呢 这一身是星期一的时候啊 是美国的星期一实际上已经中国的星期二了 也就是昨天的时候了 那么这个川普啊 他接受了访问 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 一语即出全世界都惊了 其实没有什么好惊的 他说的都是实话 他要做的也都是正确的事 美国的这帮政客啊 他就只管这个政治政权 他们就只管选票 什么人民的利益啊 什么正义啊 一概都不管啊 他连他们本国人民的利益都不管 全都不管啊 我说过无数次的 美国现在标榜着自己叫民主国家 实际上他是啥呀 他是资本主义国家 别忘了这个 他是资本主义国家 他这个国家政治资本啊 资本 政治的根本是资本 是资本 是资本是民众啊 no 社会主义才是民众啊 社会主义才是为人民的啊 资本主义是为资本的啊 这是他的本质 别忘了 现在搞一个民主啊 这个假面具戴上 好像觉得他是正义的 能骗得了一时 骗不了一世啊 越来越多的人认清这一点 好 他接受访问 他说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乌克兰和台湾的这事 他说呢 如果他再次当选的话 他第一要做的事呢 就是放弃乌克兰 乌克兰不管了 乌克兰爱我们什么事啊 乌克兰不管了 这是其一 然后呢 就是回过头来 考虑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那么中国这个台湾问题呢 如果中国武装统一台湾的话呢 他就说 我们不应该管 我们不应该管 本来我们就不应该管 台湾是谁啊 台湾是我们的朋友吗 他就说 台湾不是我们的朋友好吧 台湾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他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现在制裁中国的半导体啊 把美国半导体的这些工作机会 这些business都拿走的是谁啊 是台湾呢 搞清楚一点好吧 是台湾 我们为什么要去保卫台湾啊 是不是 如果中国要统一台湾的话 让人家去统一去啊 我们管什么呀 我们是和中国要进行合作呀 啊 该合作的时候合作啊 我不知道 我看到报道呢 只看到这几句话 就说 第一 要放弃乌克兰 跟我们没关系 第二 不能管台湾 台湾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从半导体方面来说呢 台湾不是我们的朋友 台湾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我们的工作机会都被他拿走了 所以呢 我们从软的方面 我们就应该制裁他 而不应该去帮助他 应该制裁他 对吧 这是川普啊 川普说的这些话呢 说实在的 是美国的那些政客不可能说的话 因为他政治不正确 政治不正确啊 现在川普能够说出来这些话啊 在大选的这个过程当中能说这些话 我认为呢 这符合川普他自己一贯的 他的这个主张 他的性格 符合他这个 那么他能说出来这些话呢 我认为啊 是一个积极的正面的作用 因为他说了真话呀 他说出来这个话呢 如果他不失去选票的话呢 就说明美国人民是赞同的 就像之前洪杜拉斯那个总统 他选举的一样啊 按照之前的话呢 谁敢说 说我要走向中国呀 如果你说走向中国的话 你就会失去选票 但是洪杜拉斯的那个总统 在选举的时候 其实鲜明的提出这个呢 并没有减少他的选票 反而他胜选啊 这就是带动了一股潮流啊 如果是川普能够带动这个潮流的话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就创这一点啊 我就支持这个川普 但是有一点不太明白啊 我在推特里面 我看到有人留言啊 说川普说这个话呢 就是疯了啊 难怪大纪元那么喜欢川普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我有点不明白 大纪元难道说是支持中国统一的吗 这个我还是头一回想到这个问题 按说这个大纪元应该是支持统一 啊 就是说你对中国政府呢 就是对待法轮功这个事 你有意见 但是你不应该支持中国分裂啊 但是法轮功的媒体好像是受到了蔡英文民进党当局的支持啊 那我就不知道哈 推特里面这位留言的人 他说难怪大纪元支持川普 就在川普说了这些话之后 这是几个意思 我真的是 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以后呢 百思布的奇节啊 啊 有网友明白这其中逻辑的人呢 请你留言啊 这边逻辑是什么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